杀生祸及后代 祸央子孙是因果定律中最重要的一环 可使今生作恶但因福报大而不受恶报的人 借由子孙不幸遭遇而有所警惕借据 使因果报应的势力让众人更加幸福 大张啊 杀生造业是要遭到恶报的 你还是不要再做这一行了 大叔不要说了 我要是也像你这样相信 世上有恶报的话也不会做这一行的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因果报应 大张啊 这你不能不信啊 大叔 我做屠夫十几年了 宰杀的动物不计其数 你看我哪里遭到什么报应 就算报应降临到我身上 我也不怕 你不怕 那时你没见过果报有多可怕 你知道邻村阿顺的故事吗 阿顺 他怎么了 阿顺小时候非常的调皮 尤其喜欢用弹弓打鸟 哎呀 阿顺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呢 我是来这里打鸟的 你这个调皮的家伙 整天就知道打鸟 今天有收获吗 我刚来而已 一会儿肯定就会有的 你这小子 口气不小 就这么确定自己 今天能打到鸟 当然了 我的弹弓可是百发百中 但无需发 你看到那只喜鹊了吗 我这就打下来给你看 阿顺 喜鹊不能打啊 要知道喜鹊可是爆喜鸟 你打了它是会走倒霉运的 我以前就打过喜鹊 哪有倒过霉啊 说完 他拿出一个钢珠 用弹弓瞄准喜鹊 喜鹊一下子 被打中 掉落在地 哈哈 打中了打中了 你看到没有 我说我的弹弓百发百中吧 这次你信了吧 你瞧 钢珠正中他的心脏 我弹弓打得够准吧 阿顺 你厉害哦 正中心脏啊 你这个孩子实在是太不听话了 这样做事会遭到果报的 大哥 阿顺不过是个孩子 哪个小孩不调皮呢 用弹弓打打鸟很正常 别用什么报应来吓孩子 没事的 我本来就不信报应的 随他说吧 说着他又拿起弹弓 朝着不远处一棵树上的鸟瞄准 又一枚钢珠击中了树上的那只鸟 那只鸟一下子掉落了下来 你看我又打中了 哎 怎么就吕劝不听呢 阿顺从小就这样肆意杀生 不知道有多少鸟儿被他的弹弓击弱 他所造的业实在是太重了 果报终于在他成年以后来到了他身边 你的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怎么会这样 医生 这样的病严不严重啊 得了这种病的孩子 若不好好续心照顾的话 寿命可能会非常短 不过可以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试试看 啊 做手术 他这么小就要做手术 医生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他现在的情况 一次手术并不能成功 要进行多次手术才行 而且每次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 成功的几率也不高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啊 怎么会这样 阿顺用弹弓打碎了无数鸟儿的心脏 所以他儿子得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并且还要花大笔的金钱来治疗 这都是他当初杀生的果报 这不是阿顺吗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伤心啊 大叔 是你啊 都怪我小时候没听你的话 现在报应真的降临到我身上了 哦 报应降临到你身上 阿顺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 被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 手术费用非常高 今天想来 这不就是我过去打鸟的报应吗 阿顺 你现在能醒悟还不算太晚 正常会放下土刀回头试案 只要你痛改前非 诚心赎嘴 果报便会慢慢消退的 是吗大叔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呀 过去你打杀了那么多鸟儿 所以现在应该为那些因你而丧命的鸟儿念经超度 而且你还要在佛前向那些鸟儿忏悔认罪 这样不仅能得到他们的原谅 更能受佛力加持 并也要大量放生护生 累积善果来偿还灭报 这样你孩子的病 透过医生治疗 就会很快好起来的 好的大叔 小时候我没有听你的话 结果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从今天起 我一定听你的 诵经忏悔放生护生 祈求能让儿子平安健康 知错能改 善莫大因 从那以后 阿顺他真的天天诚心忏悔 念经回向 而且还全家一起吃素学佛 说来也奇怪 随着他儿子一天天长大 他儿子的心脏原本非常严重 后来接受医生治疗竟然慢慢的好了起来 所以说因果报应不能不信 大张啊 要知道有时候报应不只是降临到你身上 还会伤及你的家人儿孙呢 别说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你不要再骗人了 大张我怎么会骗人呢 我说的可是句句都是实话 好了 你不要说了 我得出去工作了 今天隔壁村的老王 要我帮忙将他家的羊给宰杀的 老王家 哎呀 他家的那只羊不是怀了小羊吗 这怎么能宰杀啊 大张 你如果宰杀了那只羊 可是一刀两命 这事你可不能做啊 我为什么不能做 好了 我没时间听你啰嗦了 张图护离开了院子 不一会 村东头老王家的院子里 传来了一阵羊的惨叫声 接着那羊叫声越来越微弱 直至消失 正匆匆赶到老王家的老伯 听到后愣了一下 然后急匆匆的来到了老王家院子 只见那只羊倒在血泊中 大哥 你怎么来了 晚了 我来晚了 原本我想买下这只羊 没想到来晚了 大哥 你何必这样伤心啊 不要管他 我来之前他就劝我不要杀羊 他这样学佛的人 是见不得这种情景的 哎 一刀两命啊 大张今天的罪业实在是太大了 转眼间 一年过去了 这五年间 张图护依旧每天做着杀生的生意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 他没有再拿起图刀 因为他怀孕的妻子即将临盆 老婆 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一切都挺正常的 你这几天就要生了 哪也别去了 也不要让自己太累的 好的 妈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对你说 母亲 母亲跟着张图护来到了客厅 张图护把手中的瓶子给了母亲 咦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刚灌回来的毒药 这几天晚上 我们家周围经常有管车叫个不停 吵得我和阿兰俩整夜都睡不好 所以我便买这些药 要将那些可恶的野狗毒死 你老婆都快生了 你怎么还做这样残忍的事情啊 那些狗整晚叫个不停 让我们都无法好好休息 阿兰休息不好 到时候哪有力气生产呢 对了妈 这瓶药你要收好 不能乱放 等我明天去镇上处理好事情 就来处理那些狗 阿兰就要麻烦你照顾他一下 阿兰生产在即 你去镇上做什么 刚才镇上的赵老板 打电话给我说 他家里的那头老牛需要宰杀 明天 我得去帮他宰杀那头牛 这段时间 你不是一直都没有做生意了吗 这次怎么突然又要开始做了 而且还是跑到镇上 赵老板出手大方嘛 他可是出高价呢 好了嘛 明天你就在这里陪阿兰吧 不过你可别和他说 我去杀牛啊 他自从怀孕后 就特别讨厌我做这种杀生的事情 所以 你就说我去镇上办事情就好了 嗯 好吧 第二天一大早 张图护便动身去了镇上 而他母亲忘记儿子的交代 一时忙碌 却将那瓶毒药放在了客厅的桌上 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做菜 只剩下阿兰 独自留在了卧室里 咦 咦 怎么回事 老公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昨天他说要去镇上 难道这么早就出门了 也不知道他去镇上做什么 哎 嘴巴好干 真想喝水啊 阿兰说完 起身走到客厅 四下看了看 他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两个瓶子 哎呀 这里有水 真是太好了 在不惊意下 他随意拿起了其中一瓶 拧开瓶盖 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阴差阳错地将那瓶毒药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 没多久便倒卧在地 而那瓶已经剩下一半的毒药 撒在他身边 张图护母亲端着早饭走进来后 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由得大惊 他手捧的碗一下子掉落在地 阿兰 阿兰你怎么了 妈 阿兰他怎么会将那瓶毒药给喝了 我当时正在厨房帮他做饭 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渴 没看清楚 便将那瓶毒药当成水给喝了下去 他难道没察觉出这瓶水不对劲吗 那瓶毒药无色无味 狗都察觉不出来 更何况是他呢 希望他和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有事的 医生 我妻子他怎么样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张图护真是太可怜了 他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结果却落得一尸两命 是啊 这都是他平时造的罪孽太多了 当初他宰杀那只怀孕母羊的时候 我就劝他不要杀生 否则是要遭到报应的 可是他偏偏听不进去啊 现在即便后悔也来不及了 张图护自己杀生 却连累了妻儿 这报应为什么不直接降临到他自己身上呢 是啊 很多报应都霍阳子孙 父辈做的念 为什么要子孙来承担呢 霍阳子孙的果报 很多人认为没有道理 因为祖先父母作恶 无辜的子孙却要受连累而遭殃 这样的因果法则未免有失公平 其实所谓霍阳子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它背后有更深道理存在的 又是《写之谜》 每天招邺来奔